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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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12月18日凌晨时分,内蒙古乌海市执行夜间巡逻任务的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在当地一家宾馆里吸毒,民警们立即赶去,依法进行盘查。 张志明是乌海市公安局巡逻防暴分局副局长,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被巡逻民警盯上的这个人叫李渊,宁夏银川人,从事高档白酒生意。 周文斌是乌海市公安局巡逻防暴分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他与李渊的较量,就是从这天晚上的夜茶开始。 冰湖是吸毒者专门用来吸食冰毒的工具。 冰毒摇头丸是典型的新型毒品代表,能让人产生兴奋。 但是兴奋过后,人体就会极度衰竭并出现抑郁状态,危害其大。 因为外形经营剔透,被称为冰毒。 他的就是后果一般是在五年以后,十年左右,才写写出来。 任长顺是乌海市公安局巡逻防暴分局分局长,在公安工作几十年的他,甚至冰毒的危害。 而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持有此类毒品十克以上,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所以在搜出十四颗冰毒之后,李渊被带到公安局继续接受询问。 就是偶尔,周末的时候呀,活成那种,可能就完了。 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吸毒者。 通过网上了解,我和两个朋友说一看那种,还论,他不玩,像冰毒呢,不玩之后,你不会难受。 我身上,我刚开始就十几个东西,其实说就是自己玩的,你带到身上啊,你过来玩,然后把就是该办的事,夜不上的事办完,然后跟朋友就是渐渐聊聊。 在接受审问的大部分时间里,李渊一直在和办案民警交代自己吸毒经历,以此来证实在他的行李包中查出的,那十四颗冰毒是自己用的。 这个李渊啊,在乌海的宾馆被执勤民警抓获以后,对自己是个瘾君子这一点,压根就没打算回避。 这有点奇怪。 一般吸毒人员在被警方抓获以后,往往都会为自己的吸毒行为进行辩解和隐瞒。 但是这个李渊的表现恰恰相反。 他给人的感觉是,巴不得让警方赶紧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吸毒人员。 这一点让执勤的民警觉得非常蹊跷。 他们认为李渊的这种表现的背后很有可能,另有缘故。 李渊的交代一直叫巴安民警感觉到他在避重就轻。 这是因为执勤民警在查获十四颗冰毒的同时,还在李渊的行李包里发现了小塑料分装袋和毒贩常备的微型电子秤。 根据他时辰,随身携带的东西,物品,看来情况都不是在自己吸食。 因为他们自己带着有电子秤,而且还有这个淋包贩满小塑料袋。 那么说他是肯定是要从这个十四颗里面往出分这个小份。 在对查出的十四颗冰毒的塑料袋外观仔细观察后, 周文斌觉得这个袋子里原来装的冰毒分量很有可能不仅仅只是十四颗。 你要把这十四颗东西放到一个五十颗的袋里, 天出雾的那个痕迹他留下来的是装过五十颗冰毒的, 只是现在剩十四颗而已了。 我们就是当初的初步的内容就是李渊在说话。 他就说,就没有一天自己足够交代的好像心理踏实的。 对不对,我该自己讲的我都讲清楚了。 对不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等你在问我,不像那边一样。 对,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你自己真的讲的,讲的真的。 头条子给你谈话,你说办案,头办案就自己要让他吸收了。 虽然办案民竟能感觉到李渊在狡辩, 但还是没能在他的嘴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更没有其他的什么证据。 那怎么样才能戳穿谎言,找出突破口呢? 在审讯当中,李渊还是坚称自己就是个吸毒的。 但是办案人员却发现李渊的肢体动作当中存在着一些异常。 比如说,在审讯当中,李渊经常会时不时的这样抿嘴。 这可能是一个会被很多人忽略的小动作。 但是在这个小动作的背后,是不是会隐藏着一些信息呢? 行为心理学家给出了解答。 那就是人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 会做出一些不自然的表情或者是动作。 有时候是为了隐藏,有时候是为了逃避。 办案人员从李渊这样一个鸣嘴的小动作当中, 能解读出怎样的信息呢? 压力。 任长顺他们感觉到, 李渊在面对警察审讯的时候, 有着一种莫名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的某些秘密。 抓住了李渊这些异常的神态反应后, 周文斌觉得, 只要沿着毒品的来源追下去, 案件应该会有所突破。 当问到他这个毒品的来源, 还有这么大的量的时候, 说是他在银川市的一个马路边, 一个陌生人手里都买的。 然而当周文斌进一步追问李渊购买冰毒的确切时间, 确切地点时, 李渊又突然改口声称, 这次买毒品自己并没有出面, 全都是由女朋友代劳的。 指责他的女朋友比他从这个四川成都带来了五十克, 他慢慢的去年带来的, 他已经息失的剩下最后的十几克。 李渊终于松口了, 虽然真实性还有待核实, 但案件毕竟开始有了推进。 为了不施战机, 周文斌他们连夜押戒着李渊, 驱车150公里赶往宁夏银川。 第二天一早, 班安民警就找到了李渊的女友, 但他对李渊的说法却识口否认。 他女朋友说, 我知道他吸食病毒, 但是他吸食, 他有这么多病毒, 说我不知道。 在宁夏银川, 周文斌决定带着李渊到他的住所进行搜查取证。 从李渊的表情上可以看出, 此时回家, 他是极不情愿的。 他路上当时他就是反复地提出一个, 咱们就不在银川住了, 连夜要返回武汉。 他当时一再地就是和我在沟通这个事情。 李渊实际他最可怕, 对他住宅进行搜查。 31岁的李渊还没有结婚, 独自住在银川市区的一套单身公寓里。 当时就是发现他家里头有冰骨散吧。 可是班安民警的搜查才刚开始没多长时间, 李渊就不停地要求回乌海。 他就是想尽快地脱身, 让我们离开银川, 因为他这里头暗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从抓获李渊到现在, 过去了十个多小时。 虽然李渊一直假话不断, 但是周文斌在与他的周旋中, 通过观察他的种种表现, 已经基本摸清了李渊的底细。 此时, 李渊看着周文斌在自己家里搜查,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周文斌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迫使李渊自己揭开这个秘密, 这样就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口供, 案件才会有更大的突破。 周文斌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信心, 班安民警能在这套住宅中, 找出李渊隐藏的什么秘密吗? 小萨说法继续播出。 小萨说法, 经典案例, 深刻的。 就在李渊被押借回迎川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警方发现了。 首先第一个异常就是在回迎川的路上, 李渊一直是表情凝重, 身体僵硬, 行动迟缓, 恨不得是警察推一步, 他往前走一步, 显得极为的不情愿。 这是为什么? 第二个异常就是李渊在回到迎川家中以后, 待了还没几分钟, 他就催促警察, 咱们赶紧回乌海吧。 您想想, 家是让一个人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李渊在自己家里根本就不想多待, 甚至连在迎川他都不想多待一分钟? 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 那就是在迎川, 甚至说就在李渊家中, 有什么东西对他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那么在迎川, 或者说在李渊家里, 到底是什么会让李渊如此紧张? 当着李渊的面, 周文斌他们一边搜查着房间中的每个角落, 一边观察着李渊的反应。 这时, 固执的李渊只是低下了头, 再不说话了。 然而, 周文斌他们在厨房搜查时, 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在厨房的吊柜里, 周文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塑料袋包装的小包。 手感还是有发出声响的, 一摸就是那种发刷的响声。 我说这应该是冰毒。 周文斌的手感没错, 摆在他面前的每一个包装里, 都是地地道道的冰毒, 而且纯度极高。 对这种高纯度的毒品来说, 350克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再加上从李渊身上查获的14克, 李渊实际持有冰毒多达364克。 如果流散到社会上, 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危害。 此时李渊又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一个叫孟姐的女人。 李渊说, 她是在一个歌舞厅认识这个孟姐的, 手里的冰毒都是孟姐帮着她们, 这个孟姐的真实名字。 这个孟姐是个什么人物, 竟然一次能卖给李渊这么大量的冰毒。 紧接着, 周文斌他们又从李渊的口中得知, 这个叫孟姐的女人, 当天就会从成都乘飞机抵达银川。 因为我知道她跟我说过是, 几号她回来了, 我就给她确定, 绝对是今天回来了。 然后至于哪班飞机, 你说我不清楚。 通过我们争辩了, 这句话, 整的乘风很大, 为什么? 她打字呀, 就是说找找小孟, 可以把这个解清她的罪子。 从成都飞往银川每天有两个航班, 加起来有三百多位旅客, 在这其中找一个不知真实姓名的孟姐, 难度可想而知。 乌海警方依法调取了两个航班所有旅客信息逐一辨认, 一个长发披肩的青年女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让李渊辩认的时候, 李渊一下认出来了, 这个就是孟姐。 旅客信息显示, 这名女子叫郑开琼, 32岁, 四川人。 因为那个照片当时传过来的时候, 就是说, 成都这21名女乘客已经换完登机牌的。 此时, 她已经在成都双流机场准备登机了。 为了让大家能识别郑开琼的面部特征, 潜伏在机场的每一位抓捕队员都收到了指挥室发来的郑开琼户籍信息中的翻拍照片。 因为这个照片和本人, 他也许在好几年期找的照片。 郑开琼终于要出现了, 办案民警却异常紧张。 他们不知道, 郑开琼是一人独行呢? 还是有其他同伙跟随? 下午3点55分, 在耐心守候了四个多小时之后, 当天第二趟从成都飞往银川的航班准时抵达。 这时, 去行李的旅客队列中, 终于出现了一个让周文斌他们似曾相识的女子。 我们就同时发现这个人了, 留着披肩发, 一米六的小个子, 穿了一个过西的长女龙服, 蓝色的, 我们就变成了, 你愿意执任了, 就是她。 这个女人身边没有其他同伴, 似乎是一人独行。 按照预定的抓捕方案, 周文斌及时出现在抓捕对象的附近, 紧紧地贴拼对方。 这个女人绝对没有意识到, 眼前看似平静的机场, 此时已经戒备森严, 她已经落入一个严密的大网之中, 今天是再劫难逃了。 我们不能在集团里面抓, 怕有这个漏网子, 接她的人看到, 我们抓她, 那就会跑掉她。 是不是还会给其他人联系病毒? 她不可能就给李源一个人联系病毒, 会不会给三个, 两个, 或者更多的因权人在联系这病毒呀? 她应该是在发作这个列条里头, 是一个举着重重的人物, 也许就是来接她的人啊, 应该还带有器材, 这些东西我们独口里, 眼看郑开穷就要出战了, 可现场指挥的人长顺, 却仍然没有下达, 抓捕指令。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叫郑开穷的女人, 却突然站住, 不走了。 郑开穷联系的人是在暗中观察, 还是仍在到机场的路上, 所有办案民警都开始小心地查看着, 四周情况。 此时, 郑开穷已经结束了通话, 看来已经联系妥当, 等待对方的到来了。 很快, 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目标的身边。 任长顺悄悄发出了抓捕指令。 当我们出来的证件, 我们是内蒙古乌海公安, 他说你没乱乱乱。 放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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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车。 郑开穷对贩毒的仪式拒不承认。 不知道, 不清楚。 是女人诬陷她, 还是她在依赖? 郑开穷在发谎, 而两个毒贩的出现, 让案情变得复杂莫测。 她说你看什么呀, 我说你偷上我们看一下。 毒贩的背后还有多少毒贩? 发现这个钱不全是她自己的。 李渊的身上还有多少毒品? 不可能是只是350个。 以此意想不到的追捕, 划绳展开。 真相出人意料。 追捕, 小赛说法, 继续播出。 乌海特警在例行巡检时, 抓到一个吸毒者李渊。 他在接受审讯时谎话连篇, 但是通过他的身体语言和表情, 办案民警找出破绽。 在证据面前李渊交代, 他的病毒是通过一个叫郑开穷的女子买的。 在银川机场, 警方将其逮捕。 郑开穷说, 自己就是在银川某歌舞厅工作, 孟姐是她在歌舞厅上班时的别名, 但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内蒙古警方要来抓她。 她不知道我们这么快的时间就能把她抓获, 主要是这个时间太快。 你原来16号程程度走, 16号到了银川, 还给郑开穷, 郑开就发了个短信, 说我平安到银川。 老张拿的。 四川是哪个位置? 四川是哪个位置? 四川是什么拱线。 拱线。 你自己叫啥? 你自己叫这。 晚上我十次就给你不是的。 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叫我, 我觉得我没有犯, 再就是以我的就是意识, 还有就是以我学力有限嘛, 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为什么要抓我。 郑开穷声称啊, 他对毒品的事儿一无所知, 他说的是真话吗? 我们来看看郑开穷在训问过程当中的表现。 面对警方的训问, 郑开穷一直是支支吾吾, 尤其是当警方问及到他的姓名、 家庭情况的时候, 郑开穷都不愿意回答。 这是一种不愿提及自身的反应, 这种反应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郑开穷在撒谎。 因为人在说谎的时候, 会自然地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他们会本能地想把自己, 从自己的谎言当中剔除出去。 此外, 郑开穷还有一点让警方觉得异常, 那就是他经常会动不动, 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当然这个动作可能会有两种含义, 有的是表现一种气势,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内心极度无奈的状态下, 表现出的一种防御。 正是透过这些异常的现象, 任长顺他们感觉, 突破郑开穷的时机到了。 最后他们一听说是已经把英传的这个他的下线抓住了, 他打死也经, 一下子也经生了, 他就软了, 一下塌了。 郑开穷的防线崩溃了, 他开始交代在前几天发生在自己家的事。 2011年12月16日, 当他回到成都看望家人的时候, 李渊也乘飞机从银窗赶到成都, 想让他联系购买便宜的毒品。 于是郑开穷就叫来了两个人, 一个人叫杨益, 一个叫汪亮。 等于说是我男朋友, 另一边是我十几年的朋友, 所以他们问我买了房子在那里, 也就是喜庆一下, 到我家里闹个房呗。 交易的地点就在郑开穷的家里, 在郑开穷家, 李渊成功地从杨益和汪亮的手中购买了冰毒。 至于当时双方成交了多少, 郑开穷声称他一一无所知。 不知道,不清楚。 2011年12月22日, 就在郑开穷落网后的第四天, 周文斌他们非抵四川宜兵。 在短期内, 如果不对的上线进行控制的话, 很可能上线就要脱脱或者逃避他。 从事过禁毒工作的民警都很清楚, 这次行动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引起当地人的警觉, 抓捕小组尽量少说话, 很多时候都是请当地警方出面, 不动声色地展开工作。 经过两天的秘密侦查, 抓捕小组摸清了杨叶和汪亮的基本情况。 两个人都是三十岁, 没有正当职业, 没有结婚。 虽然家就住在宜宾市拱泉镇, 却不经常回家, 而是住在当地一家小宾馆。 不海警方分析, 这家宾馆很可能就是二人贩卖冰毒的据点。 人而不准备,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乌海警方来的这几天, 他们却不在这里。 难道这两个人已经听到什么风声? 这是, 包一个房间, 我们在房间里面, 他说你们看在哪个地方, 或者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他说我们好碰头, 行, 天下着小雨, 我们在车里头就, 待命就待了整整的, 将近十一个小时, 我们一直待到凌晨的三点多四点。 直到2011年12月25日凌晨四时, 周文斌他们才发现, 杨叶带着几个人回到宾馆。 抓捕小组决定, 立即行动。 高组的小时, 掌握事物学校的高组之術、 医療区人工学校。 自己发现, 、 进入了些罪。 大小时, 阿泰。 进入了这些罪, 进入了之后。 目前, 接着。 杨叶把刘冰用锡箔纸 已经捋好了 把冰毒已经淘出来 放到那个茶几上了 打火机工具准备好了 准备吸食毒品的时候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我们将犯罪嫌疑人杨叶抓获了 杨叶虽然落网了 但另一名嫌疑人汪亮 却并不在房内 周文斌他们知道 杨叶和汪亮联系紧密 一旦杨叶落网 汪亮很快就会察觉 抓捕小组不敢怠慢 连夜压着杨叶赶往汪亮家 准备趁对方熟睡之际实施抓捕 杨叶去王亮家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说 我敲门 杨叶你来 叫门 我负责敲门 但是这一次 汤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结果是我敲门二门以后了 杨叶就快是嗡嗡两声 我是完了 我当时第一意识就是 我是任可敬选 就是他们有安好 任可敬要脱脱 周文斌和队友们没有想到 杨叶和汪亮早就为 可能被抓捕做了准备 我们以为是汪亮 因为他最好背痛的我们做 其实他的衣服 一抓了以后 最后把我脸来一看 有点不对 错抓了 抓捕小组搜遍了这户人家里 每个能够藏人的地方 就是不见汪亮的踪影 汪亮的父亲声称儿子今晚根本没回家 一包奇怪的物品 发现他的父亲都是骨骨拿到的 一只路边的拖鞋 一张普通的双人床 追捕汪亮的过程 跌宕起头 如果是我敲马骨以后了 两眼就完成 欧欧两声 汪亮会残身何处 追读 小萨说法 继续播出 小萨说法 经典案件 深刻 我们再来回放一下 当时现场录像的视频截图 您发现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了吗 没错 那就是汪亮的父亲 嘴里叼着的那根香烟 从头到尾 汪亮的父亲 也没用手去碰这根香烟一下 这说明什么 首先说明 他叼着一根烟 是不想多说话 当一个人 不太想说话的时候 他会下意识的 让自己的嘴 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此外 汪亮的父亲 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动作 让自己表现得更轻松一些 但是 他还是露出了破绽 因为尽管他叼着烟 但是 他的注意力完全没在抽烟上 此刻他脑海里盘算的 是另外一件让他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 因此 从头至尾 他俩手根本就没碰过一下香烟 也正是这样一个僵硬的姿态 和不自然的细节 让任长顺他们注意到了另外一个异常 那就是汪亮父亲的一兜 在给汪亮父亲做开导工作的十多分钟里 周文斌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 对他家里的搜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父亲都是都鼓鼓囊囊的 你把你的东西掏在这儿吧 来 汪亮父 你掏在这儿 把你的东西 他说你看什么呀 我说你掏这儿我们看一下 盖在这儿 把我拿了 当时掏出来的一看以后 就是还是电子证 分量工具分权小包装道 乌海警方通过事先调查得知 汪亮的父亲不吸毒也不贩毒 他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开门之前 屋里的人就已经察觉到警方的到来 汪亮的父亲才抢先把儿子的贩毒工具 藏在了自己身上 而汪亮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那他会跑到哪里去呢 当周文斌来到汪亮家的卫生间时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汪亮家的卫生间后头有一个 大约有1.23平米那么大一个 就是窗户 当我们敲开门的时候 发现汪亮早脱跑了 周文斌他们迅速沿路追赶 结果在半路发现了一只脱鞋 可能也是为了变异逃跑 因为穿脱鞋毕竟他跑不动 所以脱鞋都扔在路上以后 逃跑 此时正是凌晨4点半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外面又下着小雨 汪亮没有穿外衣 甚至脱鞋都跑掉了 那时候下着小雨 他走不了 凌晨4 5点钟了 他出不去 汪亮已是惊弓之鸟 逃跑时十分仓皇 这种情况下 汪亮很可能会找个 就近的地方落脚 就是和他关系比较亲密的人 他可以去的 而且他可以暴露出 他现在这种状态的情况下 他是会关于抓捕的 逃跑的情况下 他会去哪里落脚 去哪里去找衣服 找这个钱目 找石 或者找一些招通公司 周文斌他们确信 作为长期的贩毒搭档 杨叶应该指导汪亮 可能求助的地点 杨叶就是给我们提供了 是吧 表哥家 就离汪亮家不是很远 大约有一公 1.5公里左右 抓捕小组立即带着杨叶来到他表哥家 这是一套位于五楼的房间 此时正值凌晨时分 房门紧闭 四周一片漆黑 为了防止脱逃事件再次发生 抓捕小组派出人员 紧密防守在楼房四周 我们吸取上司的教训 就没有让杨叶去敲门 只让杨叶指了一下家 我们就把杨叶带下去了 我们就以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检查 入户检查的名义 对杨叶的表哥家进行敲门检查 民警敲门敲得很响 也能听到里面有人活动 可就是没人开门 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沉思 每一起案件都给人警醒 小萨说法 经典案例 深刻的起码 在拖延了七八分钟后 正当民警试图通过其他方式 强行入门的时候 房门却突然从里面被打开了 我们一进来以后 说检查 你们几个人屋里头 杨叶表哥 我俩人 说还有其他人来过吗 说没有 他当时他就一口否认了 就他们俩人 然而眼前的情景让周文斌确信 这户人家极有可能会融流 正在逃亡的毒贩汪亮 茶几上摆着有四五把自制的兵 当时我们就确认 这个杨叶的表弟肯定也吸食毒品 就是汪亮可能平常他们就有在 毒品上就有交易 他才要躲到杨叶的表哥家里头 周文斌和队友找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依然没有发现汪亮的踪迹 我们搜的很细的衣柜 厨房卫生间 他客厅里的衣柜 那这么大的人躲到哪儿去了呢 那是确实没有汪亮 当然大伙心里面也是很紧张 甚至咱们判断失误 或者是又出现新的情况 这间房子并不大 为什么就找不到汪亮呢 我们再来回过头看看 杨叶的表哥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大家看看这个表情 这显然是吓坏了 这是一个多么恐惧的表情 当中夹杂着惊慌 不知所措 而且警方敲门敲了半天 杨叶的表哥才把门打开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显然是在隐藏什么东西 而也恰恰就是他们藏的这个东西 让他们流露出了这样的恐惧 任长顺他们判断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隐藏的应该就是汪亮 此外 在他们的茶几上 还堂而皇之地摆放着一堆吸食冰毒的器具 刚才警方敲门敲了七八分钟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把这些吸毒的用具藏得妥妥当当 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任长顺的第一直觉是判断 这就是他们的隐藏 他们故意想用这些东西 把警方的视线转移到他们吸毒这件事上 这就叫欲盖弥彰 通过这些小把戏 任长顺他们更加坚定 汪亮就藏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 最后警方把目光投向了一张 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小床上 就在警方困惑不解之际 放在一侧的双人床 突然给周文斌他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这个狼狈不堪的男子 就是独散汪亮 为了逃避追捕 他硬是把自己塞进了极其狭窄的床垫下 就穿着秋衣秋裤 光着脚 秋衣光着全部是那黑泥巴 他跑的途中 他也有跌跌撞撞的 他也有摔倒的 全部是泥 他的脖子上还杠出来几个血印子 血痕 让那个木头 那个棱角 当翅膀钻的时候 把这个梭子骨这些位置 脖子上 全部已经就是 划伤的痕迹都有 杨叶汪亮到案 他们的交代 让李渊重回审讯室 14点多颗的这个东西 从什么地方来的 李渊到底有多少毒品 他说他扔了 他怕收到 他扔了 他的眼神的背后 到底还有多少 没有交代的事情 收网 搜查 又一个人的倒案 会让案件 想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追读 小萨说法 继续播出 乌海警方抓到一个吸毒者李渊 并在他银川的家中 搜出350克的冰毒 警方顺藤摸瓜 抓到了他的上线郑开琼 汪亮和杨叶 最后证实 他们的冰毒交易 大大超出了350克 杨叶和汪亮到案后交代 李渊到四川购买冰毒的数量 是500克 也就是说 除了警方在乌海冰馆里 搜到的14克 和在李渊家里搜到的 350克冰毒之外 李渊还有136克冰毒的下落 没有交代 在这个生理过程中 我们也绕了好多弯子 绕了好多弯路 李渊也是当时 没有把这个问题 彻底的给我们交代清楚 在这个冰毒的数量上 我们就和李渊 几次进行这个核对 他俩到时候 到底是郑开琼说的是真的 是500克是真的 还是李渊说的500克是 350克是真的 而此时 积压在乌海看守所里的 李渊却改口声称 在运输途中 他主动扔掉了150克冰毒 只带回了350克 就是公安在随车检查室 他走到卫生家 扔了150克 他说他扔了 他怕搜到 他扔了 这个东西 绝对是不成立的 你要扔就都扔了 就是公安查找你没事 你扔150克 公安就没查找你 精明的李渊 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在做如此陈述时 已经露出了破绽 周文斌他们怀疑 李渊很有可能已经将其余的130多克冰毒转卖给他人 可他又不想暴露这一事实 这一次李渊说的会是真话吗 警方又发现问题了 那就是李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眼睛老往自己的右上方瞟 这也是人在说谎时候的一种通常的反应 我们常说有的人说假话 那是张嘴就来 但是嘴他也得听大脑的 人的大脑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就是如果当大脑虚构的是一幅不存在的图像 或者是声音的时候 大脑会指挥眼球 往自己的右上方看 相反 如果人真的是在试图回忆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那么大脑会指挥眼球 往自己的左上方看 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骗不了人的 此外 警方还发现 李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手一直紧紧攥着拳头 表现出的是一种退缩 防卫和逃避 尽管任长顺他们认定了 李渊是在撒谎 但是李渊就是不松口 所以警方只能是通过外围的调查 来锁定另外130颗毒品的去向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渊这几天中的行程 2011年12月16日 李渊携带毒品回到宁夏银川 两天后12月18日凌晨 在内蒙古屋海落网 此间不足48小时 如果李渊将130颗冰毒快速转卖 他会卖给什么人呢 在李渊这些天的手机通话记录里 周文斌他们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可疑的人 2012年2月11日 乌海警方又来到了宁夏银川市区 准备揭开李渊的最后一个秘密 周文斌他们调查得知 给李渊提供款项的人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名字叫王霄荣 王霄荣也在买 就是自己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就是乙饭养习 就是平常小来不言的卖点自己就再抽点 他就这么讲他属于这么讲诏了 经过大半天的蹲守 可疑男子终于在楼层过道中出现了 你们老师都给我闹我场了吗 带上我带上 不是我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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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奖种家园不要接 Squino 有学习家园哪个ord Web 这里键炸为主 Rick 不要炙 There 你01隆 об jullie 正在在隔队 警方当场查出了四十多颗冰毒 刚才还不断叫区的王潇龙 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王潇龙交代 李渊在筹集毒资时 曾经以轿车为抵押 从他手中借走了三万元现金 李渊和王潇龙怎么说的 说我把这个毒品买回来以后 我给你顶成东西 顶成冰毒 顶三万块钱的冰毒 我给你便宜一些 就是低于市场价的价钱 卖给王潇龙 原来李渊从成都运回五百个冰毒之后 就拿出一百三十克给王潇龙抵债 这个东西 没有说是 你给我多少东西 我给你多少 你给我多少钱 这样是卖的 对吧 但是我给你借的钱 我用东西抵倦 其实说白了 说钱没用 我说不是卖 也不可能 对 王潇龙接到一百三十颗冰毒后 转手将这些冰毒化整为零 加价卖给其他吸食者 这些毒品的去向充分证明 李渊已经不仅仅是毒品的非法持有者 而且还是毒品的运输者和贩卖者 其实警察办案的过程 就是识破一个一个谎言和假象的过程 在办案当中 民警使用的这种非语言沟通 也就是我们说的察言观色 就是去观察犯罪嫌疑人 他的面部表情 手势 肢体动作 肢体距离 甚至是衣着打扮 从而来解读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 这既是现代刑警的一项新技能 也是让犯罪分子心惊胆战的心理较量 当然 有的人会说了 我心理素质好 这要换成我的话 一定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让警察根本猜不透 我可以告诉您 不可能 只要你心有所想 你就一定会多多少少反映在语言和动作当中 套用一句我们听了无数遍的话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626国际禁毒日要到了 在这里 向曾经 以及仍然奋战在禁毒第一线的人们 表达我们的记忆 现在31岁 也没有结婚 可能是正常人家的生活 小十几年中 结婚生死下来 就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